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慎中追远的传统节日 今天上午由陕西省人民政府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国务院桥务办公室主办的 务须2018年清明公祭宣言皇帝典礼 在陕西省黄陵县桥山祭祀广场举行 坐落于陕西省黄陵县桥山之巅的黄帝林 被誉为中华第一林 它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今天的祭祀典礼在早晨9点50分开始 为什么选了这个时间呢 因为它寓意着九五之尊 表达着中华民族对于轩辕皇帝的至从至尽 几千年来皇帝祭祀活动 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项重要仪式 它传承着中华民族同根同主的理练 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和邻居共识 具有重要作用 万余名海内外中华儿女齐聚皇帝陵 轩辕殿祭祀广场 共同祭奠人文始祖轩辕皇帝 公祭活动以溯源 群根 宁心 驻魂为主旨 号召全体中华儿女勿忘根本 共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在台湾岛内曲中国话乱象愈演愈烈 民进党当局在文化教育等领域 推进楼兴台独的当下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新党主席郁慕明的200多位台湾各界同胞 今天也来到现场 共同参与祭祀典礼 他们一起呼吁全体中华儿女 要共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的巨大力量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 已经充分展示出来了 这种巨大的力量 不是某一个某几个人 所能够去掉的 去中国话完全是徒劳的 不可能达到目的 我觉得课本讲得太浅了 来到这边之后 真的有经验到 厦门卫视记者吴平凡 李金阳 陕西黄宁县采访报道 国台办主任刘洁一 此前曾担任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特命全权大使 今天在接受 厦门卫视记者采访时 他向记者分享了 他身份转变的心路立场 以及对未来两岸关系的期待 刘洁一此前在联合国担任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时 针对重大国际议题 总是铿锵有力地发出中国声音 义正词严地阐明中国立场 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怒对西方霸权 作风强硬 收获粉丝无数 因此也被民间誉为怒对男神 今年三月 刘洁一担任国台办主任 负责对台工作 身份虽然转变 使命依然崇高 首先呢 我很高兴 这么多同胞 支持我们在联合国 维护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 全体中国人民 包括两岸的同胞 包括我们广大台湾同胞的利益 在国际上 我们一定要坚定地维护 全体中国人民 两岸同胞的根本的利益 我们还会继续这样做 到台办工作以后 我的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 但是我们工作的目的 还是要为全体中华民族的 每一位分子 为我们全体中国人民 谋利益 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做出贡献 这里边有我们两岸同胞 每一个人的梦 我觉得我们 我很有信心 我们两岸同胞一定能够 共同地做出努力 在两岸同属一中 两岸人民都是中国人的 这个大的框架之内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我对此非常有信心 对于大陆近期出台的 31条会台措施 刘洁一表示 在许多地方 这些措施已经在落实 而且各地正在加紧推动 将尽快让台湾同胞 实际地感受到 他带来的机遇 实惠和获得感 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 来到大陆 真正感受到 这31条措施 带来的巨大的机遇 巨大的发展前景 和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清明节是中国人团聚 缅怀仙人的日子 今天有不少台胞 搭乘小三通往来大陆台湾两地 返乡祭祖 寻根溯源 今天是清明假期的第一天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是厦门的武通码头 和往常相比 今天武通码头的客运量 有所增加 不少的台胞 都选择通过下金航线 回到台湾 扫墓 祭祖 我们组织是金门 我们回去祭祖 平常我们就住在香港 过节的时候 比较那个机票 什么都很难定 所以就拍几个代表回来 去台北 祭拜祖先了 那因为我们是 中国人是 效益为先嘛 所以就是 这是每个后代 必须要做的事情嘛 台胞卢岳湘 今天带领了十几个 在大陆创业的台湾青年 回到台湾祭祖 除了回台祭祖外 清明节前几天 作为中华 卢氏总商会会长的卢岳湘 还带领了 38位台湾卢氏宗亲 回到大陆 追根溯源 他们从福建 一路到广东 并通过祭祖的方式 联系到很多宗亲 现在不少卢氏企业 已经跟宗亲对接上 并在投资 扶贫等领域 互相帮助 因为我们姓鲁的总共有800多万人口 全世界 所以我们各地方祭祖 我们台湾都会组团到大陆来 就是回到我们的发言地去祭祖 对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对 今年清明节假期 夏天航线船班 一共预安排110班 根据客流小高峰的特点 除了日常的36班船班外 码头方面分别在5号上午和7号下午 各增加一个船班 截至今天上午10点 夏天航线的客流量 就达到了近2000人 从这个客座的这个情况来看 我们这个清明小船价 三天达到33000多个这个客座 所以总体来讲 我们这个这一次的这个清明小船价 三天的这个客座的提供是充裕的 4号下午经国务院批准 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决定 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 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 加征25%关税 涉及中国自美约500亿美元进口额 专家表示 中国的这次反击精准有力 针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 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 中方这份加征关税商品清单 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以大豆为代表的农产品 汽车以及化工品 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研究员梅辛玉看来 中国这次的反击 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 精准有力 选取这14类106项商品 体现了三个原则 这些产品大量出口中国 产品产地主要来自于特朗普的票仓 产品具有可替代性 以大豆为例 中国是美国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场 美国大豆出口总量 也有62%销往中国 对美国大豆等农产品加征关税 毫无疑问是使出了撒手锏 将对美国农业市场产生巨大冲击 另一方面 不少人会担心 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 会不会影响中国国内的消费市场 其实 中国已经对大豆反制措施 做了积极准备 这也意味着 即使离开美国大豆 中国也可依靠自身维护粮食安全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4号在被问及美方措施 对中方影响时表示 我想影响肯定会有的 但中方可以承受 回首中国改革开放 40年来的历程 我们经历了诸多的挑战困难 干扰打压 但正是在化解 克服和应对的过程中 我们的实力不断增强 自信不断增长 妄独通过施压 或者恫吓使中国屈服 历史上没有成功过 今天也不会 人民日报对此发表评论称 中国不想打贸易战 但中国也不怕打贸易战 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外交辞令 而是中国说到做到的充足底气 也是中国对打赢 这场贸易战的高度自信 面对美国的公然挑衅 中国有信心 有实力 有底牌 在任何贸易战面前 给予强有力的反击 让美国为自己不负责任的 霸道行为付出代价 中国也有意愿 有诚心 有行动 与世界各国一道 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权威 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美方针对中国未来产业发展的 加征关税建议清单 虽然已经公布 但并没有马上生效 目前已有多家企业 对于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 表达了反对意见 据美国媒体报道 中国发布的反制措施 使得美国受波及行业 担忧情绪普遍蔓延 日前 全球著名牛仔裤品牌 里维斯公司与沃尔玛 梅西百货等美国大零售商 一起致信特朗普 要求他不要对从中国进口产品 加征关税 此前一天 代表科技 农业和消费品行业的 45个行业协会 也致信白宫 表达了同样的担心 加税将推高消费品价格 减少就业 引起金融市场震荡 更有斗农 自掏腰包 在总统特朗普常看的电视台 购买了黄金时段 用意在接下来两周内 持续播放广告 劝特朗普别打了 另一边 俄中地区发展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总经理杰米尔·加利耶夫表示 这对于俄罗斯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考虑到农产品实际价格 每年上调4.5% 以及我们扩大农业生产的潜力 我们有把握 俄罗斯将成为 中国粮食市场的主要供应国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 丹尼尔·罗萨里奥4号表示 欧盟注意到 美国公布了依据301调查 拟加征关税的 中国商品建议清单 反对任何有违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贸易措施 罗萨里奥同时呼吁 相关各方应确保 自身贸易行为 符合世贸组织规定 欧盟将对已采取的贸易措施 是否符合世贸组织规定 展开进一步研究 连日来 国际著名学者及各国政府官员 也都对美方发起所谓301调查 将造成的负面影响 表达了担忧 具体内容请张慧带我们来看 张慧 好的 严月 我们看到美国是不顾多方的反对 依据所谓的301调查结果 公布你加征关税的 中国商品的清单 对此呢 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就认为 美方最新公布的清单 就意味着美国此举引发的 中美贸易摩擦在不断升级 现在来看 美国的主要意图 就是要试图给中国经济转型 以及给中国发展 具有全球竞争性的主导产业 制造极大的麻烦 因为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摩擦 就是企图损伤中国利益 汇集美国制造 我们看到巴西出口与 投资促进局主席罗伯托 他也表示 贸易摩擦的影响呢 对于全世界来说 都是负面的 很显然 在实际实施的过程当中 存在利益取代 合理性的现象 其中啊 就包括国家之间 不断扩大的 相互取消市场准入的行为 那么在这一问题上 巴西的立场 是坚定的认为 自由贸易 应当是造福各方的 我们还看到呢 美国对中国的 近500亿美元的产品 采取措施 它在根本上 就是违背了 美方的国际义务 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 中方宣布对美国 约500亿美元的 商品征税 这是否意味着 中美之间 已经进入了贸易战呢 对此啊 商务部副部长 王寿文表示 中方一贯的立场是 谈判磋商 解决问题的大门 始终是敞开的 如果美方愿意谈 我们愿意在 平等磋商 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来进行磋商 解决分歧 所以简单的说 如果有人坚持要打 我们奉陪到底 如果有人愿意谈 大门是敞开的 此外还有德国 习勒研究所 中国问题专家 史蒂芬他说 全球单边主义的时代 已经是结束了 在各国越来越需要 结成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今天 任何逆全球化的 自私举动 终究会被 全球化的大潮所淹没 事实上啊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呢 是美国产业几十年来 主动转出美国 使美国从一个商品生产国 变成进口国所造成的 完全是美国自己的问题 其实呢 美国要解决贸易逆差 并非是没有办法 关键是美国要对症下药 正如一家美国研究所的 这个机构 它的报告就显示 如果美国对华出口 管制放宽 那么对华贸易逆差 就可以减少35%左右 只是呢 美国是做出了 最不可取的选择 不仅是找错了病灶 还抓错了药方 好的 以上就是我的了解 再把时间交给颜月 好的 谢谢张慧 更多消息 来看一组简讯 针对已经到来的清明大个流 4号到8号 厦门火车站增开 厦门往返南昌 龙岩 福州 赫州 瑞金 建宁县北等方向 近20趟的动车组列车 满足中短途旅客的清明出行 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厦门火车站 首次在清明小长假期间 开行夜间动车 分别是南昌西至厦门 赫州至厦门的动车 4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明确将进一步推动 网络提速降费工作落实 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 和信息消费 7月1号起 将取消流量漫游费 确保今年流量资费 降幅30%以上 4号 第二届海峡两岸学生 棒球联赛在北京开赛 来自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台湾大学 世新大学等 20所两岸大学的棒球队 共600多名运动员 参加了比赛 更多新闻马上回来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选 明日将揭晓 台清零假期首日 交通严重堵塞 交通主管官员竞称 可边堵边玩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年底台湾地区 县市长选举的相关消息 在新北市长选择方面 国民党目前是周西伟 侯友宜和金介兽三人 绝诸提名 而民进党一方 基层立拱台信政机构 前负责人苏贞昌和游锡坤出马的声浪 日渐高涨 国民党备战2018台湾县市长选举 目前尚有八县市未提名 其中新北市人选六号出炉 为获得党内提名 侯友宜 周西伟 金介兽 近来动作频频 除了基本支持者 更全力抢攻年轻选票 希望在最后关头顺利胜出 而民进党方面 基层则立拱台行政管理机构 前负责人苏贞昌和游锡坤出马 有个机会跟 也可以聊一聊 来鼓励他 也欢迎他能够参与新北市长的选举 有人是分析 苏贞昌的优点在于他在新北有政绩 劣势是苏贞昌已经好一段时间没选举 而游锡坤的优点是 上次新北市长选举只差朱立伦一点点 但相对于苏贞昌 游锡坤在新北市就没有政绩可提 对于是否愿意参选 苏贞昌日前表示 对民进党中央的安排都会支持 而游锡坤则回应不治不求 但也强调尊重民进党中央的决定 新北市是全台湾最大的选区 不仅人口最多 选票也最多 对于蓝银而言 是目前六县市当中唯一的蓝天 而对于绿银而言 如果赢得新北市 也将有利于布局2020年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因此蓝绿都有殊不得的压力 下面卫视住台记者侯悠华 台北综合报道 再把视线转向澎湖县 澎湖县过去长期由国民党当政 直到2014年 民进党籍陈光复赢得了县长宝座 目前寻求连任的他 已经获得了民进党的提名 而国民党方面 确定提名澎湖县前县长 赖锋伟回国参选 年底台湾地区县市长选举 民进党在澎湖县 已经提名现任县长陈光复 希望借着当阵优势赢得连任 过去澎湖县是国民党的铁票区 从1997年开始执政长达17年 直到2014年的选举 民进党籍的陈光复 以10%的选票优势当选 今年国民党不敢大意 经过协调 最终提名担任过两届县长的 赖锋伟回国参选 对此国民党籍澎湖县 党部前主委郑钦发表示不满 称国民党没有经过初选 直接提名作业 因而他要托党参选 除了郑钦发外 还有来自教育界的吴正龙 全盛科技董事长许明仁等人 可能也会以无党籍的身份加入战局 对此国民党内人士分析指出 国民党若想重返执政 关键还是在整合 希望在未来的时间 继续能够整合 那么当然整合的人数越少 那么我们赢的概率会越大 所以我对于这一场的选战 我是非常有信心 目前民进党虽然有执政优势 但因为军公教年金改革持续发酵 而澎湖县军公教人数多 外界分析 澎湖县恐将翻盘 看似平静的澎湖 各阵营已经提前吹起选战号角 台湾岛内昨天开启清明五天假期 但是假期首日 交通要道就严重地堵塞 车潮甚至超过了春节假期 让不少民众怨声载道 台交通主管部门负责人 相当阿Q地给民众出了个主意 称可以走替代路线 一边塞车一边旅游 当然此番言论一出 立刻被骂翻 昨天是台湾岛内的清明假期第一天 东部与西部数条高速公路堵塞严重 台交通主管部门负责人赫成淡 从台北到苏澳试查路况时 已在车流中堵塞了五十分钟 比想象中更提前 一点钟两点钟的时候就开始涌现 所以这个给我们相关的 这个道路主管的同仁很多压力 贺成淡坦言今年确实是 史上最拥堵的清明假期 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 春节假期的返乡车潮 不过贺成淡却相当具有阿Q精神的 给台湾民众出了一个 替代路线的主意 贺成淡称如果是私人行程 可以规划替代道路 边堵车边旅游 体验苏花山海美景 这样的替代路线言论一出 立刻遭到网友痛斥 有网友表示 交通部门疏导失效 连交通主管都被堵在路上 还有网友说 塞车不止五十分钟 应该乘上三倍 贺成淡是有人开路 应该叫他自己来开车体验 更讽刺贺成淡只会说空话 不会做事情 岛内专家也表示 今年台交通部门低估了 清明假期的交通拥堵严重程度 应该采取应对方式 例如做好解量分流 采取在高峰时刻加价等措施 来分散运输需求 下面卫视驻台记者素畅 台北综合报道 更多新闻马上回来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案 一审宣判六号将直播 朴槿惠或不出庭 美国脸书公司用户隐私泄露人数 上升至八千七百万 扎克伯格将出席国会听证会 欢迎回来 再来看国际方面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近日表示 前总统朴槿惠案 一审宣判过程 六号将通过电视现场直播 此前朴槿惠曾致信 法院反对直播 但院方考虑到 这起案件关系重大 拒绝了他的要求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近日表示 朴槿惠案一审判决 将于当地时间六号十四点十分 北京时间十三点十分开始 去年 韩国最高法院修改了 有关直播审判现场的规定 允许直播与公众利益 相关案件的审判过程 朴槿惠案将是这一新规发布以来 首个现场直播审判过程的案件 按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的说法 同意直播的决定 由负责朴槿惠案的三名法官共同作出 此前 朴槿惠曾致信法院反对直播 但院方拒绝了他的要求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表示 法院考虑到公众利益等多重因素 决定同意现场直播审判过程 去年十月 朴槿惠的关押期限被延长后 他以遭政治报复为由 一直没有出庭受审 韩国媒体推测 朴槿惠在六号一审判决中 可能不会露面 朴槿惠案四月六号将进行一审宣判 法院将如何宣判 正成为韩国社会关注的焦点 各方观点请张慧带我们来看 张慧 好的 演员 目前韩国法院是决定 对朴槿惠案的宣判过程 进行电视直播 这将成为韩国司法史上 首件进行直播宣判的案例 那么朴槿惠案 朴槿惠将得到怎样的一个宣判呢 首先我们来看 韩国检方的一个观点 获得背负国民信任 背负与至高无上行政权力的总统 将治国理政的权力 是交付给幕后掌权的非政府人士 导致国家陷入危机 而且还成为亲信干政乱权 贪污淫私的同谋 那朴槿惠滥用总统职权 扰乱国家纲纪 并破坏宪法价值 给韩国宪政史留下了 无法抹去的污点 必须对其予以严惩 建议法院判处其 三十年的有期徒刑 那法院在今年的二月份 对朴槿惠案的核心人物 崔顺时做出的一审判决中 就认定崔顺时滥权贪污和干预 国家事务等大部分的罪名成立 且判定与朴槿惠共谋关系成立 韩国法律界就据此来分析认为 朴槿惠作为前总统 其问责的力度应该更大 那此外朴槿惠还面临着 涉嫌制定文化界黑名单 和泄露国家机密等其他的指控 预计对朴槿惠的量刑 将是高于崔顺时的 不过在韩国保守派看来 对朴槿惠本人如此之重的 这个量刑建议呢 在某种意义上是无异于对其 宣判了死刑 这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清算 而不算是司法审判 那对于检方建议法院判处 其三十年的有期徒刑 韩国的网民也是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朴槿惠的反对者就表示 对他太宽宏大量了 有不少韩国的民众认为 刑罚太轻了 应该对他判终身监禁 但同时也有不少朴槿惠的铁粉 是呼吁要立即的释放 这位无辜的前总统 韩国法院最终对朴槿惠案 会做如何的审判 4月6号我们将持续的关注 下面再把时间交给演阅 好的 谢谢张慧 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四号证实 陆上自卫队去年三月 就已找到自卫队伊拉克行动相关记录 但一直知情不报 本月二号 日本防卫省突然宣布 找到总计约1.4万页的伊拉克行动日志 日本防卫省及自卫队 由此再次陷入集体瞒报门丑闻 引发各界对安倍政府的质疑和批评 在野党要求政府彻查此事真相 并要求小野四五点辞职 民进党干事长曾子辉燕四号说 安倍政权应对此事负有重大责任 首相安倍也应立即辞职 去年二月 在野党质疑政府故意隐瞒 南苏丹维和任务记录的同时 曾怀疑自卫队在伊拉克的行动中 也可能卷入战斗之中 但时任日本防卫大臣 道田彭美称相关记录并不存在 去年七月 道田彭美因牵涉防卫省 集体掩盖自卫队 南苏丹维和行动记录的 瞒报门事件而辞职 按照相关派请规定 自卫队在当地的相关活动 应仅限于在非战斗区域 不得在战乱地区驻扎 而当年南苏丹已经发生战斗的时候 日本政府却一口咬定 仅仅是小摩擦 并以此为借口 拒绝撤回自卫队 驻南苏丹维和部队 分析认为 防卫省刻意隐瞒自卫队 在南苏丹维和期间的真实情况 是为了回避此类 违和行动的违宪嫌疑 当地时间4号 美国社交媒体平台 脸书公司表示 有多达8700万用户的信息数据 遭剑桥分析公司获取和利用 大大超出了此前估计的5000万 脸书公司称 有多达8700万用户的信息数据 遭剑桥分析公司获取和利用 脸书表示 公司正在采取措施 限制第三方应用程序开发商 获取用户个人数据 脸书首席执行官 马克·扎克伯格 4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 公司在保护用户数据方面 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他表示 脸书对公司应付的责任 没有广泛的认识 他说 仅仅是要求软件开发人员 遵守规定是不够的 公司还应确保他们 真的做到保护用户个人信息 泄密事件持续发酵 美国国会众议院 能源与商业委员会4号宣布 社交网站Facebook创办人 扎克伯格 已经同意于当地时间11号 出席听证会 就近期脸书用户数据泄漏事件作证 日前 多家媒体报道称 脸书5000万用户信息数据 遭剑桥分析公司获取和利用 并表示脸书此前已获知此事 但未及时对外披露 外界质疑 泄漏的用户信息 被用来影响2016年 美国总统选举 以上就是今天 两岸新新闻的全部内容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